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啊 贪嗔痴 然后沙克上代表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是很善良 忠厚 人一体之心 然后白龙马代表你的护法的工具 对不对啊 马是让你前进的呀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所以为什么要用马来形容一个人的进步了 龙马精神 对不对啊 全部叫马啊 这个马 马是前进的象征啊 你看过去打仗不都用马吗 是 万马班成 对啊 嘀里哗啦嘀里哗啦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师傅 是不是我们平时念经度人 有缘分或者是专门的护法 护法保护一样 是这样吗 师傅 是啊 当然有人 当然有人 到了人间学佛之后就有人保护 而有的人没学佛之前也有人保护 那就是他的过去的功德呀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 就总是觉得 我有人保护 我有逢凶化吉 实际上他是在用他的功德呀 等到你学佛之后 那么再有人保护你 那就是你的 这个这个自己所造的因 得到的善果了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开始 师傅当年唐僧取经之后 他的弟子都有了相应的果位 就像悟空啊 八戒 沙僧 白龙啊 是不是因为护持唐僧的这份功德 成就了他们 对啊 对啊 本身 本身就像我们现在护持一个法门一样的呀 你这个法门救了更多的人了 对不对啊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法门你护持了之后 让你得到 让你得得到了那个那个你的功德 那么这个功德就是能够成为你的啊 这个戒律和成为你啊 成圣成佛的一个啊 我们说的一个基础 明白了吗 哦 那师傅 你刚才讲了这个成圣成佛的基础 如果一个法门 护法让他 如果他修上去 护法占百分之多少呢 师傅这个问题是吗 什么没听懂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人 他不是成为菩萨 或者是成为天上的护法神吗 他在人间护持这种正法 会成就他 会占百分之多少呢 师傅这个问题 哦 很厉害的 如果他护持的好的话 这个这个 这个人就是天上的菩萨呀 他至少可以 如果如果差一点的话 如果是一个大护法的话 他至少就是 我们讲起来至少声闻圆绝呀 哦 声闻到圆绝到 哦 明白了 请不吝点赞绝